今天要分享的是之前的可口可樂的積點活動 那個可口可樂的積點餐廚的積點商品 然後本人在喝了非常非常多的可口可樂後 終於換到了一個沾板 這組好像是碗筷吧 然後是125點 這是食尚餐盒組 然後開給大家看 內容物還蠻多的吧 裡面是空了 然後像這個是 他們的可口可樂的筷子 跟 湯匙 然後這邊都 欸 正面這邊都有可口可樂的標誌 然後是木頭的 然後湯匙的部分是鐵的啦 這是可口可樂的湯匙跟鐵 筷子 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是 這算保鮮盒 保鮮盒 保鮮盒 保鮮盒質感還蠻好的 是上面的蓋子是木頭的 然後有附一個綁的袋子 這樣 這樣這樣 這樣這樣 可是感覺容量不多 然後 蓋子上面其實有那個 氣密膠帶 所以應該是說 避免商品會有腐敗的可能 算還不錯的一個商品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可口可樂的提袋 前面是這樣 然後提袋裡面 其實蠻空的 但有扣子 有扣子 然後大小大概是20層 20層 25 欸這25左右 可口樂的提袋 然後另外一個 一樣應該是同期的商品 然後換到的這一個是 是 十上木托盤 然後材料 材料不錯是三毛橘的喔 但不知道製造地是哪裡 然後他上面有講說是用木頭全木做的 砧板是這樣 這邊有他的LOGO 後頭是這樣 三毛橘的 然後因為本人 是在活動快結束的時候才知道有這個活動 所以本人是很晚 很晚才去基點的啦 所以喝的 只有喝到後面真的是有點想吐 然後本人 集了非常非常多的點數 這些都是本人喝的瓶蓋 可惜活動 活動太早結束阿 本人最想要的是他的另外一個 那個 盤子組阿 可是本人點數已經真的喝不完 所以只能換到這兩個商品 不知道有沒有 哪個朋友有收集到整套的商品